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话善 求之回忆这部贯穿18年的《纯爱大作》 也即将在国内推出他的第八部作品《无垢少女》 初代作品中不幸遭遇事故,伤霄欲允的辉月彩花 成为了无数玩家心中的遗憾 而一直游走于各代男主之间的万年王老五到岁信 这化身为了我们少不惊世,青春懵懂时期的情感导师 在数十年的漫漫长路中 总有那么一两位角色给我们留下了不可磨眉的印象 戏数历代女主,人气最高的,非第二代作品的女一号白河银莫属了 这位由水树奈奈担任CV的人物 通过如梦如幻般的人设表现 再加上打月钢太郎的剧本《诸如灵魂》 当之无愧地成为了那一代老玩家心中永远的女神 巧合的是,另一位高人气女主也同样温文尔雅 散发着女神的气息 外表端庄成熟的她 使着有着自己鲜明的个性 还有着她背后伸藏着的不为人知的心酸往事 没错,这就是《秋之回忆6》中被尊称为学姐的加神川科罗爱 在《浅色回忆大佬开设》的作品圈发网站Memory's Nightwell Off中 我们可以看见,学姐的人气已经超过了白河银 位居全系列可攻略人物第一位 而她的妹妹,则成为了新作《无垢少女》中可攻略女主之一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样一位本应成为女配的角色突然间大放异彩 而她的背后又有着怎样不可告人的故事 又会与我们的男主总本雄志插出怎样的火花呢 《秋之回忆6》是我对于这个系列而言的陆康左 而当时的我是个实打实的妹控,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自杀党 直到后来发现身边的人都渐渐叛倒,都被学姐夺去了魂 我才开始好奇,到底是怎样的魔力 才让这么一个乍看剪影跟不清是头发,还是触手的欲解形象 如此的深入人心 那个时候其实还是有点图样,就觉得这一段剧情有点平淡无奇 还不如莉莉丝和自杀之间的三角波兰那么殆劲 嗯,大概也正是如此 我后来才被白色项目2劝审,然后成为白雪家 然后出街,被人打 其实《秋之回忆6》主要还是围绕莉莉丝、自杀和自雄三人之间的羁绊展开的 一个是青梅竹马,一个是突然倒贴 然而最后才发现,莉莉丝原来一直在暗恋着她 却在害死自雄老妈的内疚下而与她保持着距离 自杀呢,在得知自雄的老妈为了将自己从水中做出 不惜持续生命后,也开始因相同的原因愧疚,而逐渐疏远她 必须承认,以现在的目光来看,他们都太婆里心了 大家还是更倾向于接地气一点的内暗物语,比如学姐情 据小道消息称,老在主创团队策划的时候 这幅作品的原案被设计为一个类似白色相簿系列那种虐心的三角恋故事 后来编剧《愚心不忍》就改成了稍微缓和一点的版本 也就是现在我们玩的 但实际上,在我看来,更可能成为修改始因的 大概是他们对于整个系列核心思想与价值的考量 倘若真的这么改了,反倒是偏离了这个系列本身的主题 比起玩护士的胃疼,他们更想让玩家玩得开心 收获一份愉快而积极的游戏体验 虽说我不是学姐党 但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大家的想法 最近呢,我又重温了一遍学姐的剧情 以目前的人生阅历再度回味 又有了许多新的体会 抽着回忆这个改变了我人生轨迹的作品 到如今,也依旧春风话雨 默默陪伴着我走过生活里那些酸甜苦辣咸 其每一代作品的故事 我都无法用简单的词句来形容 希望接这个视频 尽可能地向大家传达我主观的 片面的,之言片语的感悟 但这也是希望让大家听到的肺腑之言 先说正片TW吧 一字不漏的通关后 我的第一感觉就是 这是一条特别质朴 但又特别温馨的故事线 剧情可以说十分简单 但又不简单 别看我,我不是那个男人 说它简单 是因为大体上剧情的走向很单纯 大致就是两人携手克服重重困难 成功举办学员季 在这一过程中 他们共同成长 也彼此相爱 而不简单的地方 则是对于日常情节的深度把控 对于频繁场景的心理描写与刻画 其中,我们身为学生会主席的克罗爱学姐 在某一语夜,突然出现在了男主志雄的加门口 这一经典情景 炸晕了无数的玩家 也正式开启了他与志雄间的故事 故事随着学员季的到来而逐渐步入高潮 两人从一起拉赞助 一起买菜的日常 到后来志雄帮助学姐向同行求行 再到事成后 于后院季上的翩翩起舞 他们之间的默契不言自语 以至于身为玩家的我 只能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 看着他们为了彼此而努力 付出并成长 可以说,在众多女主中 志雄与学姐一定是最般配的 有的人会觉得志雄有点扎 明明有了自杀 却还是选择了学姐 但若是对日本校园文化多一点了解 就会明白 在他们那边 很多都是先告白后交往的 有可能在此之前 双方都只有一面之缘 大多也仅仅是通过外表 而形成好感的 所以才有了志雄的到学院季 才回忆心意 他也需要时间来思考 来确认自己的真实想法 然而了 你也可以将之归为Girl Game的通病 编剧没有办法不把男主 设定的优柔寡断一点 要不前期选项太少 没法判断玩家的真实心意 同时也无法有效地推动剧情 游戏就进行不下去了 其实正片里学姐线的剧情量 远远比不上两位官配 大概官方也没想到她会火 会远远地甩开其他人 成为最受欢迎的角色 所以在开发后传NR的时候 主创们加入了大量的后续剧情 进一步完善了学姐的身世 以及在此基础上展开了 在志雄的协助下 与家人们重归于好的故事 每次玩这个系列的游戏 笔者时常会有一种真实的感觉 因为他不单单描述了一场青春期的恋情 更多的 他还引入了一个庞大的故事背景 它会让我们产生共鸣 提醒着我们在现实中也面对过 或正在面对着类似的进口 表面上看似美好的爱情背后 实际上主角们还背负着许多东西 这个背景涉及的人物形形色色 可能是曾经一起追逐电影梦的挚友 可能是曾经错过的前任 也可能是曾经闹过矛盾的家人 或许在我们的身边 都存在着不少这样的缘分 但最重要的 这些都是曾经 无论哪一部秋之回忆 他们都有一个共情 就是存在着历史遗留问题 这也正好切合了主题回忆 同时也阐明了主创们的观点 告别 Memories of 记得在后传的学姐线中 克罗爱最终与家人和解 加神川一家再度团圆的时候 屏幕上触不及防地弹出了一条意味深长的话语 鱼已经停了 嗯 还是原汁原味的 只属于秋之回忆的故事呢 读过了很多的故事 也见过了零零种种的角色 突然发现 创造一个好故事的关键 除了在于对世界观 剧情的设计与考量 更在于塑造一个鲜明而立体的人物形象 而这就要求游戏中的画面 语音 剧情 与音乐等元素的高度统一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入戏 很多人问我该如何把一个故事写好 那么拿这个故事来比喻 再合适不过了 你可以不用那些华丽的词照 不需堆砌说教 但必须要有想法 要投入真挚的感情来写 用最简朴的话语 把所闻所感的内心独白阐述出来 就足够了 因为这是最容易被理解 同时也是最能够打动人的 但是 没关系 对 我不能接受到我的兄弟的手 所以 那我把你帮助你 你是我所知的 而它是我所知的 而它是我所知的 就是我所知的 就是我所知的 在刚刚那一段剧情中 诺艾尔用支烟片语 就让我们感受到了她的懂事与体贴 玩弱一座柔弱但坚定的羁绊之桥 连接着学姐与家人 没有逐字斟酌的铺排 而志雄的内心独白 则向我们展示着她心态上的成熟转变 有的人说看得懂的 会被感动的人都是有故事的 但我不这么认为 喜怒哀乐人皆有之 正如那轮金色的天体 从寂静乌鸦的东方升起之时 若非草木 人都会为之动情 只要表达出来的感情是真实的 让读者观众或是玩家身临其境 设身处地地感受到了主角们的那份精神力量 就算读者是设施卫生的小朋友 也会为之感动 突然发觉 我们玩这个游戏的目的 并不应该是有球的 反倒是应该抱持着一种体验的心态 去感受最为理想主义的青春恋情 在现实生活中 由于各种复杂的因素 很难遇到游戏中那种特别美好 即便有难关 也能很容易度过的感情 特别是妹子还那么好看 所以说三次元中 很难出现女神亲自送上门球技术 给食品企业老板磕个头 就万事大吉的理想化桥段 但在我们对这些情节进行吐槽 甚至要将这一切归于探准90度的时候 不妨冷静下来 去思考一下这些情节背后的情感 暗恋的女生有了不愉快的心事 也许不会主动向我们倾诉 但我们若是能主动一点 在暗中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 当两人的关系被拉近 或许事情便有了转机 也许现在的我们一穷二白 没什么实力 但只要让对方看到我们是有努力 有想把事情做好的诚意的 那么谁又会继续坚持铁石心肠呢 正如作品开头所说的那样 面对着眼前紧闭着的大门 不用力推一推 怎么能知道他就真的是打不开的呢 最重要的是要对自己有信心 对生活充满希望 人的一生会打很多场战役 但所谓不顺之事是有八九 甚至有时我们会遇上一些 令自己对爱情感到失望 对生活心灰意冷的事情 毕竟很多战斗不是一次就能成功的 若是在那一刻就能默默告诉自己 这个世界上一定存在着游戏里那样纯粹的感情 而只要选择站起来再拼一把 幸福终有一日会来敲门 那些没打败我们的 终将会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 留给我们的机会还有很多 我们还会遇见很多的人 可以试错很多次 有的人有的是错过了 过去了也就是过去了 无需太在意 也许下一次战斗的时候 自己有过关的能力了 那么这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至此我也想明白了 为什么这部作品或是这整一个系列 能历久弥新 横跨历史的长河 仍然在如今浮躁的环境中 一一生辉 秋泽回忆就是这样一个神奇的girl game 它通过各种各样的爱情故事 让一代又一代的玩家 重燃了对美好生活的希望与憧憬 之所以不像以往那样为大家细数剧情 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亲自去体验一下 通关游戏后便会发现 即便没有特别感人的桥段 内心也会因温馨的日常而溢满幸福 而这正是故事的精髓 是概括与数读无法做到的 如果你觉得当下的人生不如意 对生活失去了热情 那么就请来玩玩这款游戏吧 相信我 它会让你重拾信心的 并且不易聊天 相读无法做到的 在世中的声音的音乐 它建设 它会让你重拾信心的 它在天津 很重要的人 开拓信心的 里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哦 对了 差点忘记说 《白色上波2》中的一些设定与这部作品不谋而合 比如都是三角链 都提到了法国的斯特拉斯堡 不知道这是巧合呢 还是有意为之的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